好 那同学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最后这个reading的部分 然后就除了收写之外呢 最后一部分的选择题了 OK 好 那因为呢 这个同学问题的两题刚好是在另外一页 但是呢 我认为呢 把这个文章呈现出来 其实呢 比较好一点 因为那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文章里面是有还是没有 OK 好 所以呢 请同学呢 就自己看一下那个题目 好 题目呢 就在你手边 不是吗 应该是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好好再听我念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第四题它是问你说 The word ram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eans to push OK 好 这边这个 ram OK 这个 ram 在这里 OK 好 那我想呢 在这边的话其实并不难推断 因为它这边讲说 Sometimes dolphins hit or ram each other head on when they are angry or fighting 好 那如果你是 angry or fighting 你大概也不可能太文雅吧 好 所以呢 这个 B 啊 C 啊 或者甚至于 hardly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嘛 OK 所以也就是我们只剩下这个 forcefully可以选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五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? 好 它说 dolphins have a very keen hearing 好 或者是后面的BCD啊 OK 好 那B的话当然其实并没有 因为他们一直呢 最后一段他还讲说 如果越多人研究的话其实是越好 OK 好 然后呢 C的话是里面没提啦 OK 好 那D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从这里头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如此 好 它呢 有很多很多种可能 好 我们在最后一段这边 最后一段这边的话你就要看他说 Dolphins have many ways to communicate 有没有 好 Many ways 并不是只有touching and the vocalization 这样子 OK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这边的话好像也只有A可以选 好 嗯 好 那呢 呃 所以我们好像也只能选A啊 抱歉 刚才呢 有人打电话来 OK 好 但是我想我就不要从头录啦 好 但是当然其实这边 其实A是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啦 我必须讲 呃 因为呢 从头到尾你好像也没有看到呢 他们的这个 讲到他们的听觉的地方 好 不过当然因为他讲Vocalizing 那Vocalizing的话呢 当然你直觉的就想要说 那一定是跟清觉呢 有相关联啦 好 是这样子的 OK 但是其实嗯 动物的能力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好 所以我其实也不能真的很确定 好 不过呢 如果说你推论来讲的话 当你讲到Vocalizing的话 那有声音嘛 好 那声音的话是要让对方听到 好 所以呢 应该可以合理的推论说是A 好 是呢 Have a very keen hearing 好 所以才可以呢 辨别人家的这个Vocalizing 好 OK 好 所以呢 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课的这个 呃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考试 好 一些呢 呃 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那当然也许呢 你没有即时的用到那个Google表单 好 没有把你的问题即时的提出来 那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呢 再来问 好 OK 好 但是呢 呃 我根据同学的这个呃 提供的一些 呃 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大概就做这样的回答咯 好 好 那呢 这个呃 如果还有问题 欢迎继续发问继续呢 追究下去 OK 好 所以呢 就到这边咯 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